好 開始錄影了 我們上一堂講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由戰後 三代香港人 其實有四代的 你們就是四代 如果我們真的分代數 你們就是四代 我們上一堂講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的改變 主要是講香港大部分的人口 戰後來自大陸的移民 還有這些人的後代 主要是講一些最原本都是來自中國大陸 或者本身真的是香港的原居民 但是我們在香港人口裏面 其實還有很多就是由外地來的 今天我們就會看一下這些不同的較少的群族 他們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是怎樣的 身份認同我們可以從幾個層面去看的 我們可以從一個認知上 例如我們從它持有的護照 從一個法律地位上去認識 我們也可以從民族的方式去認識 又或者可以從一個情感的方式去認識 好了 我們今天就開始了 好了 請我看看 現在其實我們知道每一天就會有150個單程證 單程證就是說它由內地 脫離了它內地的戶籍來到香港定居的 即是說它那個通行證就是來香港的 不用限時限回去的 就不用一些旅遊簽證 好了 那單程證主要是用在哪一處呢 最主要呢 單程證是來港團聚的 第一個情況是來港團聚 為什麼無緣無故要來港團聚呢 有一個情況 可能是香港人跟內地的人結婚 沒有理由兩人相隔兩地 他們就要選擇一個地方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由大陸來香港 來香港定居 好了 那麼呢 在我們現在講新來港人士這個字 多數就是指這些內地來香港的中國人 我們指新來港人士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你純粹從一個邏輯的定義來講 什麼叫新來港人士 總之不是從香港來香港的就是了 可能不一定是中國 但是我們先介定一下 我們在這個貨文裡面所講的新來港人士 多數就是講這些由內地來的中國人 好了 他們會怎麼樣呢 他們來到的時間 他們其中一個情況就是很難融入社會 現在同學你馬上想一想 他們會有什麼 跟我們本身已經住在香港的人的生活上 有什麼不同而令他們難融入 文化 文化有什麼文化不同 飲食文化 飲食 也都另外可能在一個語言上面 廣東話其實真的是流行的地方 現在只是香港和廣東一帶的地方 但是如果大家認識大陸的教育的話 在大陸的學校教育裡面 都是以普通話受課的 那廣東話呢 廣東話呢 只能夠當作一種謊言 一種地區性的語言 那因為那個語言的問題 那個生活習慣的問題 或者甚至乎在那個社經地位的分別 就會令到他們呢 比較難建立一個本地的身份認同 但是呢 他們呢 就會傾向 但是很特別喔 他們因為跟我們的文化 跟我們本身在香港居住的文化不同 但是呢 他們就很難建立到一個香港人身份 但是他們呢 對中國人這個國民身份 國民身份呢 的認同性是比較高的喔 好啦 有些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喔 剛才呢 你們都講了少許 第一個 有語言障礙啦 會怎樣呢 很多時候發音不純正呢 就會引申一個結果的 就是呢 被人笑 被人笑的時間 自然就會令到你那個 令到你那個自我形象不好 那你就很難認同 成為自己一個香港人 因為 香港人的其中一個 普遍的文化特徵是什麼呢 就是用廣東話 還有有很多一些 我們廣東話 才有的一些 我們叫做里語 或者俗語 簡單而言 來到香港 你說的粗口 和在大陸 用普通話說的都不同 好啦 另外一個 就是呢 可能他們在就業上面有困難的 因為呢 其中一個就是那個學歷 不是學歷高與低的問題 學歷高低可能都是其中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 究竟他那個學歷成不承認呢 可能生來那個時候裡面都不乏一些很高學歷的人 但是他的學歷受不受到香港的僱主承認呢 這一個呢 就是另一個問題 不過呢 這裡呢 我對 我對這個 這個 課本的power point 有一點點補充的地方是什麼呢 那 是不是真的他們的工作經驗啊 和香港人是很不同呢 其實就未必的 其實未必的 因為可能他們有很多 都本身已經有他們的 如果是一個年紀大一點下來的話呢 他們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工作能力啦 又或者如果是子女跟父母來的話呢 那其實他們就是 可能還是在學年間的 那有機會是因為 為什麼令到他們的學歷會影響呢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大陸的英文售貨的內容相對來說 比香港是淺一點的 那結果呢 他來到香港上課的時間呢 有很多是因為英文售貨或者語言的問題呢 影響了那些同學的表現的發揮 那但是其實 根據兩次的經驗啦 新移民來到香港 其實那個學歷呢 他們那個學習能力 不一定是不會比香港人差的 那是三個了 當我們有語言 其實你會見到是一步一步呢 衍生下來的 當你有語言障礙的時間 其實就會衍生到就業的困難 因為都溝通不了我怎麼請你呢 好了 當你有就業困難的時候 你就會衍生到生活困難 為什麼呢 你就業困難 或者你找不到一些 待遇較好的工作 你自然你的薪金又偏低 你賺錢少 生活自然就會相對來說困難些了 那另外呢 新來港人 新來港人士 新來港人士 我要補充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用這套書 是2012年出的 其實現在新來港人士 就不需要七年的 現在就不需要七年的 現在住一年 現在一年就可以了 一年這麼快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是一年 但是呢 就算我給你有公屋和有縱門 是不是真的可以解決到所有問題呢 當然不是 首先現在其實公屋 你申請都不容易上樓 第二呢 就算我給你有公屋和縱門都好 當你的薪金偏低的時候 你會發現現在香港什麼都貴 就是舉例子 梁老師如果我在 我上班 我真的在粉嶺出來 我搭巴士 我一天來回 如果我搭巴士 我一天來回 要50元港幣 然後再要花上三小時的交通時間 那所以我就算讓你找到工作好 可能你的生活困難是什麼 可以是錢 可以是一些錢衍生出來的困難 那例如梁老師怎樣解決 以梁老師的例子 我怎樣解決每天三個小時的交通問題 我就是自己買一部車自己開車 我把更多的薪金投入去我交通這裡 讓我可以減低 但是你會想像一下 一個新來港人士 如果他的薪金偏低的話 沒可能做到這件事情 好了 另外一樣 當你已經生活很困難的時間 你會再有一個問題 就是適應 適應什麼呢 其中一個 重點就是生活方式和文化 如果你是相對來說普遍是來自華北地區的話 你會發現香港的飲食其實差異是很遠的 同學們有沒有去試吃雞煲 什麼重慶火鍋 那些 那些辣到飛起的 對我們來說 可能會吃一次這些火鍋 吃一口就喝了一支可樂 因為真的很辣 但是普遍來說 但是普遍來說 原來是 報一模 先試試吃咪 普遍來說 他們來到香港的時間 其中一個可能是飲食 另外社會的文化 香港的生活方式的速度可能和內地是有點不同的 好了 最後 當我們 當我們發現了我們語言又不同 又找不到一份好工 生活上有困難 又可能 人工偏低 想裝身裝美一點都不行 再加上適應得不好 好了 令到自己的自愛形象低落 好了 而 引伸到的問題 就是 引伸到 可能就會對一些歧視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我們 有部分的人 對這些的新移民 有一個負面的看法 例如 可能我們會見到報紙報道 報紙報道 一些來自內地的人 一些很負面的新聞 舉例 來自內地的人 他們去到一些商場 去到一些主題公園 他們隨便在戶外地方 給小朋友 例如對著花槽小便 解決了小朋友的小便問題 大聲勸話 可能 是的 其實 不是每個民族都是這樣的 剛才梁志圖你說 大聲勸話 這個問題 其實 又不單止 只是 根據梁老師自己觀察 坐巴士的情況 其實又不一定是 內地人才是這樣的 沒錯 搞笑巴士 LK仔 是的 很多時候 這些負面的看法 再加上一些傳媒的報道 其實 其實 有程度上 可能是誇張了 那是否一定是 來自內地的人 就是這樣呢 我的個人經驗就是 你在不同地方 遇到不同的內地人 是絕對不同的 因為 我剛才說 這些新來港人士 普遍是指 由內地來的 其實內地這麼大 來自不同地方的人 他們有的文化都不同 我們其實很難 很概括地去到廣秀 所有大陸人都是這樣的 但是很多時候 因為他們 一些 做出來的行為 可能一些 我們覺得 不是那麼理想的行為 被媒體報道了之後 我們便經常去到 我們便經常都會提議這些事情 好了 再看 新移民很多 其實如果我們很簡單 按計數機 按一下 馬上拿計數機 按一下 每天150個 乘以365天 即是一年 大約有5萬4千人 我4千人就當5萬 好了 每年5萬人 其實10年就50萬 香港700多萬人 就800萬 其實佔的比例 也有幾個% 好了 我們看另外一個群族 另外一個群族 就是一些小數族 好了 好了 什麼是小數族裔呢 喂 有什麼小數族裔的例子 可以在這裡看一看 在2012本書出版的時間 當中 有這幾類最大多數 好了 你覺得菲律賓人 主要是來香港做什麼 菲律賓人 菲律賓人 菲律賓人主要是家庭和工 印用 菲律賓人和印尼 最主要就是一些家庭和工 這兩個是最主要的 好 好了 另外 另外 螢光筆 我轉色 先 好了 什麼鬼 拿來弄火 張子森說什麼 他說印度人拿來做什麼 印度人 京商 其中一件事是京商 和印度人 其實來香港已經是很久的歷史 因為其實印度曾經是被英國管治過的 這樣呢 其實在香港開埠之初 即是說香港割讓了或者借了給英國的時間 就已經有很多印度人來香港 來香港做事 其實以前很多警察都是印度人來的 是啊 那些腳很高 是啊 那另外一種 另外一類 尼泊爾人 尼泊爾人呢 尼泊爾人很特別的 尼泊爾人呢 尼泊爾人很特別的 尼泊爾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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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是在港澳政府時代帶來的人來的 因為尼泊爾人呢 其中一個職業去做呢 就是當兵 去當什麼兵呢 當英兵 當英軍 當中我們 我們一個很出名的叫居家兵團 或者我們叫居家兵的呢 那些的人呢 就是來自尼泊爾的了 那 這些尼泊爾人現在 我們比較難在我們學校這一區會見到的 因為當時他們當兵的時候 駐守的地方呢 主要是在錦田一帶 在錦田 如果你們今天去到錦田一帶的話呢 是會見到有很多的尼泊爾人 錦田是否就是你家附近呢 近近的啦 近近的啦 你可以理解為是大武山的山腳 大武山的山腳一邊是荃灣 另外一邊就是錦田 錦田就是哪裏啊 錦田村 你想像一下元朗平原那裏附近 那裏不是很大塊地嗎 那裏是一個很大的平原 因為在元朗那裏呢 就有一個的軍營 我們叫石崗軍營 那裏是有飛機跑道的 那香港一些 是啊 香港其實還有一個機場的 那個機場就在石崗 那這個機場其實本身是軍用機場來的 那可以給小型飛機和直升機升降的 那 巴基斯坦的 巴基斯坦的 有些都是來香港可能是經商的 那當中有一個南亞裔人士 還有另外其實現時呢 還有一些是非洲裔的人士呢 他們就是呢 可能拿著一個難民的簽註呢 就來到香港 就是他聲稱自己是難民 那就來到香港 然後呢 就等香港調查完他的難民身份之後呢 就確定是接收他 還是將他送去別處 我想問呢 那些難民來呢 他們是怎樣來的 怎樣來啊 可以見 搭船 偷渡 就是非洲搭幾天船來到香港 他們可以從很多的路徑的 因為其實他有 有是直接來香港 有是經大陸入境來香港 都有的 因為其實現在 我們會見到 其實如果 我們在南區生活多 如果你去深水埗區那裡 你會見到有很多 你看上去好像打NBA的那些非洲客人 很多的 那其實 那裡什麼啊 我忘記了 有一間人 有一間 有一間 咖喱店 很多 不如分人 咖喱店 咖喱店普遍可能呢 可能呢 可能是 那些人開 如果有去買開電腦 去到深水埗區的黃金 或者高等電腦商場呢 那你在那個電腦商場 有間麥當勞 那間麥當勞 對面呢 就有間 開了很多年了 就是吃咖喱的 就好像是吃巴基斯坦咖喱的 好了 我們用了很多時間 講這些人的來龍去脈 那我先說 他們很特別的 他們保留自己的文化 他們來到香港 他們那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跟我們的理解會有些不同的 因為對他們來說 香港人這個身份 好有好無 又不可以這麼說的 很特別的 他們保留了很多自己的文化 例如他們的衣著 很簡單 為什麼我們有時一眼就看得出 他們是一個什麼族裔呢 當然可能從他的外表會看到 第二 其實可能你會從他衣著那裡看到的 雖然我們香港大部分都是華人 都是一些來自中國大陸的人的後裔 但是你會看一下 其實我們有幾好會穿我們傳統民眾服裝呢 沒有的 我們住小的 我們穿的 基本上我們一穿的都是西服 你看看兩層穿的這些T恤全部都是西服 他們保留文化 其中一個例子是什麼呢 就是 尼泊爾 尼泊爾 尼泊爾的朋友呢 我們有時在大霧山那裡 見到他們會在他們一些的節日上面 在郊野公園那裡 就舉行一些很大型的聚會 很大型的聚會 那麼 例如我們會見到 我們會見到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人呢 他們會 巴基斯坦 印度他們會穿回他們的服飾 其中一個好特點就是 你會見到一些人包頭 一些男人包著頭 又或者你會見到 圖中這些 圖中這些 應該是印度人 又或者你有時見到一些女孩子 顏頭有點紅點那些 那些 其中一個特別就是 他和新移民其中一個 更加分別大的地方就是什麼呢 他們很容易一眼認得出的 一個來自內地的人 其實如果他不出聲 不說話的話 你未必分辨到他是來自內地的 但是因為 不是 分辨到 為什麼分辨到 較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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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一波呢 我們不要這麼輕易 就講 將它 用二分法 分成得 還是不行 是的 我們普通來說是 比較容易 或者比較困難 大多數 或者少數 好了 這幾樣 膚色 外貌 語言 文化 這些就真的很不同的 新移民 他來到香港 他可能都跟你說用筷子 但是如果一個來自 可能南非的 他可能把筷子都不用 甚至可能直接用手 重點就是那個宗教 宗教上面是一個很大的分野 我們很明顯 我們很明顯 不同 例子不同地方 他們主要的宗教都不同 例如菲律賓 天主教 這個都相對 因為很多天主教都在香港 我兩下都在天主教教區 但是 例如你信伊斯蘭教 這些 我們香港是很少人的 好了 其實這個問題就是 當我們看到有差異的時間 我們有差異的時間 我們就可能會衍生出歧視 排擠 是的 我們就衍生出歧視排擠 那什麼叫歧視排擠 人多那個 人多那個 趕走人少那個就是歧視 我說不定是人少那個合成 好了 那因為這些情況 因為這些情況 就令到他們 令到他們 就很難建立到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因為就算 就算他覺得他是香港人 但是當他見到其他香港人 不接納他的時間 不覺得他是香港人 是的 其他人覺得他不是香港人 就妨礙了他們建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阿Sir有沒有這個困難 我有什麼困難 我會在香港出生的 阿Sir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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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Sir 阿Sir的樣子 一看就知道是一個漢人 不論膚色外貌 語言 文化 做生活習慣 我都是一個香港人 語言可以學 文化可以跟 但是膚色在那邊 阿Sir曬黑的 好了 另外一個 這個你會想一下 新界原居民 還不是香港人 原居民 是啊 這一班的確是原居民 他們 他們 在英國政府來管治香港之前 他們已經在那裡 他們有什麼特別呢 他們是獨特的歷史文化的 其實如果我們很認真計分數 或者想一想整件事情 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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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香港人 其實主要是來自哪裏呢 我們上一堂講了 香港現在的香港人 絕大部分的人口 是來自二次大戰之後 的中國移民 是來自的中國移民 但是 其實他們來之前 香港已經有一幫人在那裡住了 反過來 因為有這麼大量的移民來到香港之後 其實這一班的新界原居民 如果我們從數學上的比例來講 其實他們是少數民族 是的 但是因為 當時 將香港 割讓給英國 其實有兩個階段的 第一個階段 是將香港島和九龍半島 割讓給英國 割讓 及後 是再將九龍半島以北 即是現在我們九龍那條界限街 以北的地方 借給英國 借給英國 那租借旗下就是1997年結束的 所以為什麼最後傾回來 為什麼是1997年結束 就是這個意思 那 新界原居民 如果我們從 這個 人口的比例來看的話 其實他們 真是一個 少數民族 不過他們真是中國人 中國人血統 那意思 而在 當 租借給英國的時間 有一些條款 他們 因為 因為他們是 較後期才被英國人統治的 那 所以呢 這些 新界原居民 他們面對的一些法律是不同的 例如 土地權 是最特別的 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 定權 是的 可以自己擁有 是的 可以自己擁有 即是說 如果他們是新界原居民的話 他們是新界原居民 或者是新界原居民的子弟 他們呢 是有權 是不是一賣 賣政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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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要找一課再講 否則這課講幾個小時就講不完 他們在這個土地權上面 是跟我們不同的 例如 擁有一個權利 擁有一個權利 可以擁有一法地 想起就起 不是想起就起的 那當然政府都知道 如果你想起就起的話 我拆完街的公園都不夠給你起啦 那其實呢 它有那個土地權 那但是呢 那個土地權呢 都需要政府的批准才可以起丁屋的 但是現在丁屋的批核呢 就很嚴謹的 那所以呢 用這個方法去限制著那個 那個丁屋長的 那這些原居民呢 比較特別的 他們呢 比較傾向 根據一些調查 它比較會傾向認同中國人的身份的 第一 第一點 有屋怎麼會不傾向有中國人的身份 有屋就已經是 有屋已經不是那些低下階層的了 已經是中產的了 那第二點呢 第二點就是呢 他們比較會盡力保存傳統文化的 有些什麼的傳統文化呢 例如 例如 在一些新界的圍村 一些圍村的文化 小校長 圍村人結婚呢 例如圍村人結婚呢 他們很多時候就 那當然啦 你今天結婚 你一定要去 要跟政府的法律去做 婚姻註冊啦 那另外 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但是其實我們擺酒 這些其實不是法律規定的嘛 結婚不一定要擺酒 那 其實不同的擺酒方式 其實都是反映了文化的 舉例 因為有人會喜歡穿著白色婚紗 新郎哥穿著禮服 去到西式的結婚 但是新界的園居民 可能他們會用他們的方式 去到 可能會去到他們的園居民的 在祠堂 那裡去到 去到做一些婚禮的儀式 去到一些拜神的儀式 這樣 他們會保存這些文化的 好了 看看吧 你看到畫面這些一盆盆是什麼 盆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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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菜就是一個園居民 吃飯 他們去到飲宴的特色 我們平常 如果今時今日去飲宴 可能一開始就有八道菜 然後就 燒乳豬 乳豬 乳隔 乳豬 之後就有些菜 之後有條魚 有個刺 有隻燒雞 最後就有炒麵和飯 例如這些我們一般中式酒樓的吃飯方法 但是新界原居民 新界很多原居民都吃盆菜 一鍋過 這樣 今天我們 我們的播題是講 香港不同社群身份的發展 我們看了三種的 第一種是新來港人士 他們呢 新來港人士的特點是什麼呢 我們是指這些 我們新來港人士是講 由內地來香港定居的 是中國人 主要是講這一堆 是八十年代以後 八十年代以後 才下來香港的 他們下來香港的目的 其中一個主要是因為家庭團聚 好了 我們講了它的困難 第二樣 我們呢 講了另外一個香港的社群 就是一些小數族裔 他們有些是來自打工的 他們有些是 已經因為港英 因為是港英 政府年代 已經在那裡工作 而決定了定居於香港的一些小數族裔 那他們呢 特點就是 他們會保留了很多自己的文化和身份認同 就算到今時今日都會這樣的 我們可以和他們的服裝啊 文化啊 生活習慣可以見到他們的 那 也都因為這些的差異呢 就衍生出了一些的歧視 給主流香港人歧視 結果是怎樣呢 對他們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呢 相對比較難建立 或者那個身份認同呢 只是較低 或者只是留於一個法律上的身份認同 就是他是 我是在法律上我是香港人 但是在一個情意 或者在一個民族感上 他不是香港人 好了 第三種了 新界原居民 他們比我們很多人都更加早在香港那裡生活 但是因為 但是因為大量的中國移民 在二次大戰之後 來到香港 因為 結果呢 就令到他們的人口比例上 反而變成了小數 好了 但是呢 因為他們擁有一個土地權 他們擁有一個土地權的 我們那個丁權 那他們的特點是怎樣呢 他們的特點是相對來說 比我們之前所說的 在五六十年代那些一二代的香港人呢 是更加相對更加認同中國人的身份 和很努力保存中國的文化 好了 那我們今天呢 的課堂 各不同群眾的身份認同呢 就到這裡了 那我們整個教科書的第六章呢 也都就此在這裡結束 那我們暫時就不會開第七章住的 我們接下來呢就會 接下來的網上課堂呢 就會跟大家講解回 在停課期間的 我們給的那些網上功課 那因為停課期間呢 截至到今天為止呢 應該就已經是 做到第三批的網上功課了 那當中呢 那當中呢 我也知道同學呢 可能會有些困難的 那在接下來的三節 接下來的三節 網上通識課裡面呢 我會每一堂呢 就會講解 一份的那些網上功課 那為大家講解一下 怎樣拆解那個題目啦 怎樣去做答 阿Sir 我想問一下 我們會不會對卷的 你那一天有沒有回來和我們對 我們是找理術和我們對卷 又沒對完